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我是Jana 今天這條影片就想跟大家分享 三個超簡易頭髮造型 都是一些很百搭可以常用的髮型 很快修完就已經可以出門口 省很多時間 超方便 平時大家可能經常會看到 我喜歡閘邊或是躺下邊 我都有出過一些分享 可能有些女生都會覺得髮型很複雜 或是自己手殘不懂 所以今天要分享的髮型真的很簡單 只要用一部機就已經可以做到不同的造型 手殘都做到 另外我也會配上三套夏天的穿搭 跟大家分享一下不同場合的OOTD 今天我就會用到Dyson新推出的 升級版Dyson Airwrap多功能造型器 先跟大家簡單講一下 它和Dyson之前推出的造型器有什麼不同 新一代的Dyson多功能造型器 可以在短時間之內 撫平我們無躁和飛散的法師 全新Honda抗毛燥吹發器 配合了增強的Honda效應 可以做到光髮同時順髮 令到我們的頭髮吹完之後 不會散修修 還會很順滑 另外當然還有一些不同的配件 讓我們可以很輕鬆地做出不同的造型 那我們首先就由第一個開始 首先第一個就是一個上班的日常錄 很快搞定就已經可以出門口 先跟大家講講髮型 如果大家都是好像我一樣 剛剛洗完頭的話 就可以先用這個全新Honda抗毛燥封嘴 用光髮模式把頭髮吹到九成光 他們的全新Honda抗毛燥封嘴 結合了光髮和順髮模式 令到頭髮望上去更加整齊和順直 散發著自然的光澤 如果想一邊梳頭一邊吹頭的話 就可以用軟眼側順髮梳吹乾頭髮同時梳頭 頭髮吹完之後真的很順滑和有光澤 然後我們就可以轉用源頭風髮梳 做我們的第一個髮型 可以先把我們的頭髮分成兩拍 我自己的習慣就是先摘在上面那一拍 先用源頭風髮梳 順著頭髮梳到髮尾 然後向內卷 然後就吹著熱風 等10至15秒 直到頭髮全部都乾了 之後再轉冷風定型5至10秒 這樣就可以做到一個很自然的內卷出來 因為做事的關係 當然我經常都會去染頭髮 又或者是用一些造型器塞頭 對髮質其實都幾傷 新一代的Dyson Airwrap 用氣流去幫助造型 不像平時有些卷髮器 會用高溫 幫我完成造型的同時都會養好頭髮 做完的頭髮可以先用定型噴霧噴一噴 讓它們持久一點 髮尾的部分好快就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做一下頭髮的部分 如果想頭頂看下去蓬鬆一點 可以先拿起一側頭髮 把Airwrap放在髮根的位置 大概用熱風吹3-4秒 然後就可以轉用冷風吹大概5-10秒 可以看到只是這樣輕輕吹一吹 頭頂的頭髮已經蓬鬆了很多 有一點空氣感 如果你的頭髮跟我一樣 都是長到下巴的位置 可以把它們全部拉回前面 然後一樣用源頭風髮梳 在頭髮最尾的位置內卷一下 輕輕打散頭髮就可以看到一個很自然的外卷 這個這麼簡單的內彎造型就搞定了 接著就來到化妝的部分了 上班的妝容都是簡單單最好 我會只用一格大地式的眼影 塗在眼窩的位置 記得要推鬆一點 讓它看下去自然一點 接著就可以畫一條內眼線 但我自己的習慣就會在畫內眼線之前 先用眼睫毛夾夾起了眼睫毛的根部 這樣內眼線就會容易畫一些 夾完就可以畫一條內眼線了 如果想眼線看下去是自然一點 再軟一點的話 我就會拿一支棉花棒 掃一掃內眼線引鬆它 接著就會再夾一夾眼睫毛的尾部 塗一個Mascara Base就搞定了 最後再選一隻自然偏橙一點的Lip Gauze就可以了 衣著方面上班的顏色都是比較低調一點 多數都是黑白色的配搭 這款比較鬆身的直筒冰房西裝 附近這幾年韓國都很流行 這個上班日常OOTD就是這樣 來到第二個look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個週末 可能和朋友出去拍照打卡HiT的造影 很多人可能會以為人魚卷髮會很難做 但其實只要用Airwrap 是可以很快就做到出來的 首先都是用全新Honda抗毛燥風咀 用乾髮模式把頭髮吹到九成乾 如果頭頂也有baby hair的話 可以換上順髮模式 撫平頭髮 順著頭頂的頭髮慢慢向下吹 接著我們就可以換上升級版30mm Airwrap髮卷 以前可能要換配件才做到左右對稱的造型 升級版造型髮卷 只要輕輕扭一扭髮卷上面的位置 就可以切換到氣流方向了 先把頭髮分成上下巴 我自己就喜歡人魚卷是向內卷的 我會先做左邊的頭髮 可以對著快鏡檢查 選擇內卷的方向 先開了熱風 拿一汁細細的頭髮 把Airwrap放在頭髮旁 頭髮就會隨著氣流吸在Airwrap上面 先吹熱風10-15秒直到頭髮乾了 接著再用冷風定型5-10秒 垂直地放下Airwrap 可以看到頭髮已經弄了 放心這種弄不會是我們最後的造型 因為我們之後會打散頭髮 就會很自然 不過就不要一弄完就打散 可以先弄完全頭髮 導致另外一邊的頭髮 記得要轉一轉氣流方向 這個髮卷比起傳統的造型器 真的方便很多 不用再拿起頭髮 在造型器上面自己卷 只要一開著了Airwrap的熱風 頭髮就會自己吸在上面 超適合手殘的女生用 就是這樣很輕鬆 就已經可以弄完全頭髮了 在弄完全頭髮之後 再慢慢打散頭髮 髮尾的位置就已經完成了 用這一款髮卷一樣可以弄鬆頭頂的頭髮 可以將Airwrap放在頭頂髮根的部分 開著熱風輕輕吹三四秒 然後再用冷風定型 輕輕吹一吹 已經可以令到頭頂的頭髮 看上去更加有空氣感 不會扁塌塌 來處理瀏海的部分 一樣都是將Airwrap放在瀏海的髮尾 開了熱風之後 讓髮尾隨著氣流吸在Airwrap上面 這個位置就留意 只吸在髮尾位置就可以了 都是維持大約五至十秒左右 再用冷風定型五至十秒 如果瀏海是不同的長度的話 可能就要分開幾次做 就是這樣已經可以看到瀏海很自熱 營造出一個八字外向的感覺 來到妝容的部分 出去HIGH T打卡拍照 我可以把重點放多一點點在眼妝 可以用一隻偏紅一點的深啡色 塗在眼尾位置加深圍輪圈 記得都要掃少少在下眼線的位置 讓眼睛看上去再大一點 當然就不少塗一款 blinkblink的眼影在眼皮中間的位置 用啡色的眼線液畫一條外眼線 眼睫毛方面如果想看上去效果更加好的話 我會用電攝毛夾幫忙 先熱一點眼睫毛 然後再用眼睫毛夾 這樣就做到一種眼睫毛飛天的效果 然後塗上Mascara就可以了 衣著方面我就選了一套淺藍色的配搭 用直筒牛仔長褲配小香蜂上衣 可以平衡上身斯文的風格 就這樣穿出去拍照也很好看 就是這樣這個出街的HIGH T就搞定了 第三個look就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浪漫波浪的大圈造型 這個髮型我知道很多女生可能都怕好像很難 又或者有些人未必用直髮的衣 或者捲髮器去整圈髮的 其實用air wrap都做到的 而且是非常之快非常之方便 就算你是手殘派都做得到 這個造型的準備過程跟上一個造型一樣 先用全身Honda礦毛燥峰咀 然後再用軟或者硬質唇髮梳 我脆一脆幹的頭去到九成肝 接著我們就可以換上升級版40mm airwrap髮卷 一樣都是先把頭髮分區 但波浪造型我就覺得頭髮向外卷好看些 可以先調整好氣流方向 接著就開熱風 拿一汁仔頭髮 把髮尾放在airwrap附近 頭髮就會隨著氣流吸附在airwrap上面 先用熱風吹10-15秒直到頭髮全乾 接著可以再用冷風定型5-10秒 然後垂直放下airwrap就可以看到髮尾營造出了一個大波浪 大家都知道香港的天氣又濕又熱 所以很多女生經常都會說 捲完頭髮之後不久 所以用完熱風吹的造型之後 再用冷風定型這個步驟很重要 大波浪捲髮和上一個人魚捲髮最大的分別就是 大波浪捲我只會捲耳朵下面的頭髮 不會去到髮根的位置 如果想弄鬆頭頂的頭髮 可以先將其中一邊的頭髮分開一片一片 噴少少鹽水在上面 再用這個40mm捲髮器放在髮根的位置 開熱風吹3-4秒 接著再用冷風定型 輕輕地逐層逐層吹一吹 就可以讓頭頂的位置看上去更加蓬鬆 很有空氣感 因為這次是想做一個韓式的八字瀏海分界 所以我就會中間分界 吹鬆頭頂之後 瀏海的部分一樣都是開熱風 將髮尾吸在air wrap上面 就是這樣就完成了這個浪漫大波浪捲髮型 眼妝方面都可以化一些偏大地色的顏色 用一個深啡色的眼影打在眼尾的位置 如果想看上去無辜強烈一點的話 可以輕輕地畫臥蠶 我就會用一支專門畫臥蠶的淺啡色眼線筆 在距離下眼線3mm下面的位置 輕輕輕輕輕地畫一條線 接著可以用一支沒有閃粉的highlight 塗在中間的位置 營造臥蠶的效果 眼望上去都會blinkblink的 接著可以選一款粉嫩一點的唇膏 妝就完成了 衣著方面我就選了一套淺色的穿打 白色的上衣衣襯一條碎花雪紺短裙 加上一點春夏天的感覺 就是這樣第三個look都完成了 三個造型已經跟大家分享完了 相信大家看完這條影片之後 都看到Dyson最新推出的Dyson Airwrap多功能造型器 真的可以用不同的配件 幫我們很輕鬆很簡單就可以吹到不同的髮型出來 我知道可能有很多女生都還沒有掌握到 可能直髮夾或者捲髮器是怎樣用的 但你又很想做一些造型出來 Airwrap真的可以幫到你了 因為其實你看到我都沒有什麼特別技巧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把造型器放在頭髮上 然後頭髮就會自己捲上去 所以真的很簡單 大家有興趣的話就可以去試一下 希望這條影片幫到大家手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